2023年春节临近 这是实施以类仪管措施后的第一个春节 很多群众都踏上了返乡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昨日视频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 突出强调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 要求坚持科学防治精准实测 国务院联合联通机制各个部门正在多挫并举 做好节日疫情防控 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 丰富物质文化供应 做好春运出行保障 农村地区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要抓好防疫体系运转 统筹各种医疗资源 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做好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管理 补齐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短板 人员密集场所 要做好场所和活动的常态化疫情防控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在此也倡导大家要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带病出行 保护个人家人和他人的健康 祝大家也共同度过一个健康祥和的中国年